今天是入冬首播的寒流报道 影响台湾 提醒大家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间 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还会有一波降温 框框地区有机会叫到1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而且这一波的冷空气也有搭配水汽 不仅是平地各地都有短暂飘雨的情况 那么在高山也有机会降下雪来 有机会是今年第一波比较明显的降雪 那么预计这波冷空气会持续到礼拜六 那么礼拜六的白天寒流就会减弱了 但是其实很快的 在礼拜天下礼拜一 又会有一波冷气团再度报道影响台湾 目前来看要明显的回暖回温 得等到下礼拜二白天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明天就是24节气中的冬至这个节气了 这个节气除了大家记得要吃汤圆之外 其实它也是有天文上面的意义 就是阳光直射南回归线 所以在这一天的北半球会是夜晚最长的一天 过了冬至之后 白天的长度就会逐渐的增长了 那么在冬至这一天 相信大家都会记得要吃汤圆 除了象征圆满之外也代表长大了一岁 所以今天大家不妨来准备来个汤圆当做甜汤 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可以说可以看到在今天主要 就是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搭配水汽全台各地都是阴沉沉的 很多地方还飘起了短暂震雨 高山预计在今天晚上明天也有机会降下雪来 预计这一波的冷空气真的是来世兽兽 会一直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六的清晨 要得等到礼拜六白天才会略微的回温 不过很快的在礼拜天又会有一波新的冷空气 即将要报道影响台湾 预计这一波冷空气强度也是有到达冷气团的等级的 所以现在来看预计真的要感觉比较温暖 冷空气要明显的减弱 得等到下礼拜二的白天了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的水气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明天礼拜五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是有挑起短暂震雨的机会 中南部的山区也有机会降下短暂震雨 或者是降雪的情况 不过这样子水气比较多的状况 只会维持到礼拜六 礼拜天随着新的一波冷空气南下 水气会逐渐的减少 预计到了礼拜天下半天 下个礼拜一就会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接下来礼拜五 礼拜六一直到礼拜天的上半天 主要就会是东北风云 风云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 有机会下起短暂震雨 那么预计在下礼拜一之后 可以看到雪气会明显的减少 转成干冷的这种天气形态 好那么紧接着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今年呢 这个这几天呢 会是今年首播的寒流影响台湾 什么是寒流呢 就是台北侧站有机会测到 10.5度以下的低温 我们就称作它是寒流 所以可以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 有机会出现9度左右的低温 空旷地区有机会温度 还会再往下探一点点 那么高温呢 也只有12度到13度左右哦 预计呢 礼拜六礼拜天 虽然说啊 这个冷空气的强度略微的减弱一点 但是可以看到低温 也就是只有12度到13度左右 高温呢 也只有16度到17度 再加上呢 水气比较多 感受上面还是比较寒冷一些些 真的要回暖呢 得等到下礼拜二白天 北部的高温才会回升到20度以上了 那么这波冷空气呢 同样的也是有影响中南部地区 可以看到呢 在中部地区呢 这个礼拜五啊 高温依旧是一样 只有17度 低温只有11度左右 那么呢 一样的 周末假期温度略微的往回升 但是真的要大幅回暖 得等到下个礼拜二了 那么在南部地区呢 这几天也同样的是冷嗖嗖哦 低温只有13度 高温只有20度左右哦 一样的周末 气温略微的往回升 但是真的呢 连低温要往上升 也是一样要等到下个星期二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呢 礼拜五的高温15度 低温11度 周末呢 一样高温有机会回升到20度以上 但是在下个礼拜一 新的一波冷空气暴到之后呢 高温又会跌到只有18度 低温15度左右 下礼拜二之后呢 就会明显的回暖了 好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呢 就是受到了寒流南下的影响哦 在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 都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啊 其实低温也只有10度到13 4度而已 全台各地在明天还是冷嗖嗖 大家外出要记得注意保暖了 那么北部跟东部地区呢 一样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外出也要记得期待一致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